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爷 那今天这期仿妆的视频呢 没错又是宣雅的仿妆 就是之前宣雅有出了一组紫色系的妆容的照片 其实我是很喜欢她的妆容的 她的每一个妆容我都挺想画的 但是我仿她的妆最大的一个难度就是肤色的问题 所以这个粉紫色系的妆容呢 你们就可以看一下画在黑黄皮脸上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首先妆前呢 我还是用的这个法国大宝的妆前乳 她已经快要被我给用光了 这款就不用多说了 她就是比较滋润一些 所以我一般出妆容校场的话 都比较喜欢在上底妆之前先用一下她 粉底用的还是这个完美日记的小金盖 然后这个色号是黄调自然白 我之前用的那个是黄调自然色 这个就是要比之前那个B22稍微白一点点 然后上粉底液的方法呢 就可以先用粉底刷整个薄薄的刷一层 再用海绵蛋按压 这样就可以以上的比较服贴一点 之后遮瑕呢 还是用的这个代码扣的遮瑕 还是先用这种小刷子 把它刷在需要遮盖黑眼圈和提亮的地方 像法令纹这种地方就可以稍微的化一点 但是用量一定要少 然后用一把干净的晕染刷 把它晕染开就可以了 因为我看薛亚照片里面的底妆 是非常轻薄清透的 所以用NARS这款比较轻薄的蜜粉饼 来给全脸定一下妆 就重点按压一下比较爱出油的地方 其他地方扫一下就可以了 今天的眉毛我是先用的染眉膏 把整个眉毛都染的稍微浅一点 因为薛亚的那个眉毛是非常非常浅的颜色 然后再用一个比较浅棕色的上色度 不是特别明显的眉笔来画一下眉毛的形状 眉型就是要画一个比较有弧度的眉型 薛亚的这个眉型就是从眉毛的中间部分开始有弧度的 然后眉头的位置就蕴染的浅一点 眼妆的部分先用一个浅咖色整个做一个打底 然后先用这个淡紫色整个大范围的扫在眼皮上 范围就是大概到眼窝的那个位置 然后用这个粉紫色从睫毛的根部向上推 蕴染的范围就是重点画在眼睛中间的位置 旁边的地方可以稍微淡一些 下眼尾的后半段也是要带到这个颜色 之后用这个深一点的紫色整个扫在上面 因为它的上色度不是很明显 所以就是让整个眼妆透着这个紫色就可以 之后用一个橘棕色画在眼头眼角的这个位置 还有眼尾和下眼睫的后半段 因为薛亚的这个妆容有些照片的细节部分 是可以看到有这个颜色的 之后用一把干净的晕染刷 把刚刚花的颜色稍微晕染一下 然后我还用了一个橘色画在刚刚画的那个位置的边缘的地方 还是用一把干净的晕染刷把边缘过渡一下 之后我用的是这个完美日记冰榜盘里面的蓝紫色的这个珠光色 来点涂在眼睛的中间和眼睛下面的中间位置 我觉得这个珠光色真的特别好看 而且挺适合这个妆容的 之后我觉得这个眼妆不够偏粉 又在上面叠加了一些这个桃粉色的珠光色 按压在上面 然后还是用的这个橘棕色的眼影画一下眼尾的这个眼线的部分 因为它眼妆后面部分还是挺明显的这种棕色的三角形的形状 然后用的一个浅棕色的眼线胶笔画一下眼睛的内眼线的部分 眼角的地方也可以稍微画一些 之后再用一个酒红色的眼线胶笔 也是上色度不是特别明显的 画在眼睛下面的这个粘膜的位置 我看旋亚的这个眼妆部分好像是没有贴夹睫毛的 但是睫毛也是很翘很翘的 所以夹睫毛的部分就夹的比较仔细一点 最后还是用的Kate的这个睫毛搭地整个先涂一层 睫毛膏用的是这个Kiss Me的 我觉得这个睫毛膏拉长定型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而且仔细画的话可以画出那种比较根根分明的感觉 下睫毛的部分我也是涂得非常的仔细 就是尽量让每一根睫毛都涂到 但是要尽量分开的那种 为了让睫毛更翘一点 我还用到了这个烫睫毛器 把睫毛的尾部烫得翘一点 实际上眼妆的部分整个就完成了 然后用Hidden修容盘里面的这个修容粉来画一下鼻侧影 因为这个颜色比较自然一些 萱雅的鼻子是比较窄一些的 鼻头也是比较窄的 所以修的时候可以尽量地把鼻翼和鼻梁都修得比较窄一些 脸部修容我还是用的那个颜色 因为萱雅的脸型是颧骨比较明显一点的 因为它很瘦 所以画的位置要在脸部凹陷向上 颧骨下方的这个地方 下巴的地方就可以尽量修的尖一点 然后短一点 然后我又拿出来的这个死亡腮红 因为它这个妆容脸部的位置就是有比较大范围的这个桃粉色 像我这种的肤色用量就一定一定要少一些 高光呢用的还是这个偏香槟粉色的高光 我觉得这个颜色跟整个妆容都很搭 我觉得它这个妆容鼻子部分的高光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鼻头和鼻梁的位置可以画的比较明显一点 然后口红的部分我自己找了好久 也没有找到它图片上的那个颜色 因为像我这种黑黄皮平时是绝对不敢碰那个颜色的 所以我先用了一个比较偏桃粉色的唇釉 先画第一层 整个厚涂就好了 因为它这个唇妆也是这种比较饱满的涂法 还有炫雅的唇妆就一定要把唇峰画眉 然后可以整理一下边缘的地方 第二层我是用的妙巴黎的这个14号 这个颜色就是有一些偏紫的 整个叠加到上面 因为炫雅的那个唇妆是比较透明的那种玻璃唇的感觉 所以在上面叠加了这个透明的润唇膏 最后就是点上炫雅的这个标志啦 然后我还是把整理发型的部分拍下来了 它这个发型还是比较简单的 先把头发上面的部分用卷发棒稍微烫起来一个小弧度 然后把两边刘海的部分烫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外翻的弧度 整个头发下面的部分它也没有比较明显的那种造型 所以我就是把头发整个比较随便的烫了一个弯度 最后呢就是在头发的最外层编几个小蛮花辫 编的比较细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发型真的还是挺简单的 但是就稍微有一点点的麻烦 但是编出来还是挺好看的 刘海的中间部分我是有几根比较短的 所以我又用这种比较小号的卷发棒来烫了一下 好啦那这个妆容就完成了 我觉得这个妆容画完之后我还是挺喜欢的 主要是我觉得它很上向 虽然它这个配色看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夸张的 但是日常化的话可以稍微的简单一些 整个配色还是很好看的 尤其是眼妆部分的配色真的特别的好看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差不多啦 希望你们喜欢 还有如果你们想看什么样的视频 或者想看谁的仿装的话 就可以评论区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